受到疫情影響各國的邊境都做了嚴格管控 那當然台灣也是一樣 不過現在台灣還要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國際觀光業也是重創 就像重症病患一樣 講這個話的人是誰呢? 就是歷經金華酒店集團的董事長潘思亮 潘思亮就說了 其實這一回重創的包含了航空、觀光跟飯店 成為疫情海嘯的重災區 他們的業績就像是斷崖式的下降 是真的很明顯也很可怕 所以去年業績腰斬今年重創 現在還認為國際觀光業就像是一個重症病人 那當然了現在觀光產業的產業鏈已經出現了停業潮了 儘管政府也有心要來做振興 但是邊境管制沒有解除之前難以見到曙光 這振興就像是疫苗一樣 但是疫苗對重症病患來講是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他呼籲政府應該延長紓困來救產業 而其實現在振興也要同步進行 五倍券就要上路了 民獎立委中嘉賓今也召開了記者會就喊話了 現在五倍券是紙本數位並行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這些小商家 如果真的想要被振興的話 他們是不是很難導入這個系統 而且導入這個系統也要錢 民獎立委賴品宇也說 希望能夠結合1922系統 讓數位券可以有一個支付平台 甚至攤商改成行動支付 建議有一些優惠補助方案 讓各個行業小商家也難雨露均震 請訂閱按讚分享TV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